各位BioArchiever大家好 今天的分享非常振奋 原因是首先第一件事 可以拿到自己学过的知识 去解释日常生活的现象 这个题目的场景是针对 2019冠状病毒病 或者过去中东呼吸综合症 的情景去设计 当中市面上 都有很多检测的方法 其实这些检测的方法 如何用到我们学过的 心学原理去解释这些现象 这是首先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这些图表 如何去分析如何去看 今天都会和大家分享 当中里面 学生常犯的错误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涉及到图表 突然间一条题目 涉及到多个图表 大家是不会综合分析 所以都希望 借着多些的图表里面 让大家去分析 究竟你会作出什么结论 还有很多时候 题目的问法是如何呢 很多时候有一些方法 有A有B 就像这个情景一样 其实市面上里面 对于病毒来说 都有快速测试方法 今天分享里面 首先第一件事 我都会讲讲里面的心学原理 第二件事就是 有A方法有B方法 究竟要你去作答的时候 哪个方法可靠些 其实作答的框架是如何呢 都会让大家分析 和教大家如何去作答 当中呢 这里讲讲一些作答的技巧 如果当你去答一些 比较的题目叫 去选一些方法的话 你会怎么回答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方法A的心学原理 然后结果里面 反映什么信息给你知 方法B的心学原理 然后结果反映什么信息给你知 然后第三句 就开始你要去写 去表达什么呢 就是两者的结果 哪一个结果较好 跟着你又作出这个选择 所以其实呢 这个讲解里面 是非常之振奋 令到我 可以和大家去分析 当中里面 我们看看题目 其实呢 检测方法里面 都会有两个的 第一个检测方法 就是检测 有没有对抗那个病毒的抗体在身体里面 第二个检测方法 就是检测究竟有那些病毒 有没有那些遗传物质在身体里面 那问题呢 只有一条 那下去呢 这里就问回你 以上的两种检测方法 哪一个是 对于那个病毒的感染上 是可靠的 那为什么呢 那刚才呢 刚才都讲了一个tips给大家 记住 不若而同地 我再讲多次个tips给大家 试一下怎么作答 例如 正的结果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究竟A的方法里面 那个生物学原理是怎么样 B的阳性结果 正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去解释B的原理 然后呢 比较两者的结果 然后作出那个推量 这个呢 就是一个作答的方法 OK 我就把一条大问题 拆进两条小的问题 我们先理解呢 那个检测A的方法 那其实检测A的方法呢 那个做法就是 隔壁那幅图 OK 当中里面呢 其实随着时间 那个时间里面 反映了发病的日数 和再次感染的日数 而呢 Y轴呢 就是量度血清 就是说的 血液里面 相关的抗体的水平 那其实有两种的 有这个叫做Igm 有一种叫做Igg 那我自己呢 记得呢 Igm和Igg 其实都不是一些新的东西来的 那我其实呢 十几年前读大学的时候 都已经接触过Igm和Igg 这个东西了 OK 但是呢 可能呢 你从中学的范畴里面呢 可能都不是太理解 什么叫Igm 或者Ig 那都不要紧要的 其实呢 看看那个走势先 你很明显见到呢 Igm 是会突然间出现 然后突然间消失 然后就会再出现 如果你再次感染的话 但是呢 Igg 就那个Curve的走势 那个抗体的数目 出现的那个情况 就好像呢 你读过的 原法反应 计法反应 那样 OK 所以呢 这幅图案的诠释 和理解呢 就是随着时间 那个血清相关的抗体 那个水平 antibody 那个level 究竟是怎么样变化 OK 检测A的那个 这个检测方法 我都和大家讲一下 先 首先第一件事 在这个手里 其实多冻 下去 抽取了一些血液 出来 然后呢 就会滴进装置 滴进装置 那滴进装置 看看那个检测结果 究竟有没有这个Igg 和Igm OK 好了 我们先讲下半部分 其实下半部分的结果 是invalid的 就是这个检测无效的 那检测无效 那检测无效 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就是你看到C 就是那个control 那其实呢 你就没有那个片段的话 就已经开始告诉你 这个测试 纵使你会测到IgG 或者Igm 都是无效的 那究竟那个banding 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不多说了 那个control 那个C OK 但是呢 如果你要检测那个结果 是有意思的 首先 第一个情况 大家都要有C 这个片段的情况之下 跟着作出比较的 所以呢 解释了上半部分 和下半部分 的分别 OK 我们只是看上半部分 那看上半部分 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看 如果那个人 是没有Ig 和Igm 究竟有什么推量呢 只得Ig 的话有什么推量呢 只得Igm 有什么推量呢 如果同时有Igg 和Igm 的话 究竟有什么推量 怎样来的呢 就要看旁边的图去理解 那当中 那图 怎样去理解呢 就是用你读过的 心学的概念 去解释 那个现象 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第一个 先讲第一个 这个方法A 主要的检测 是检测 血清里面的 相关抗体的水平 OK 所以 我们先看结果 然后作出区量 第一个 如果是阴性的话 其实是在反映哪个阶段呢 其实是解释 是潜伏期的 OK 那潜伏期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身体里面 没有相关的抗体的话 第一件事 可能就是什么 你没有受感染 第二件事 可能 就会掉进去 那个窗口期 或者空窗期 那那个空窗期 又或者那个窗口期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受感染 即是你身体里面 可能是有病毒的 但是那个问题 你身体里面 没有产生到抗体 检测 一 那个检测结果 是阴性的话 其实是反映 可能你在前伏期的阶段 又或者你没有受感染的 OK 这个就是要留意的事项 接着我们来看看 症的结果 症的结果 症的结果有三个 如果症只有IgG 其实是什么阶段呢 就是说 其实你发病之后 可能如果你看这幅图 可能32日打后 又或者 如果你是再次感染的话 就在14日打后 那个阶段 只找到Ig 那最后有什么结论呢 结论就是 怀疑你曾经感染 OK 所以才跌下去 这两个阶段 究竟是哪个阶段呢 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 那个信息就是 怀疑你曾经感染 所以 这个结果 背后反映的信息就是这样 第三个结果 和第四个结果 其实理解都是一样的 如果只有IgM的话 其实很明显只有一个阶段 就是过了前伏期 OK 你刚刚开始病发 头的七天里面 你就是 怀疑已经感染了 因为只有IgM出现 就是这一段阶段 OK 所以这个就是 你怀疑已经受感染了 OK 好了 然后去到最后一个阶段 如果有IgG和IgM 同时出现的话 在讲哪个阶段呢 就是在讲这一段病发的有数 是7至32天 又或者你再次感染的话 就是第0天到第第4 第14 16 17 大概 OK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 首先第一 你可能是曾经感染 然后你再次感染 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已经感染了 OK 所以中观而言,如果你看看检测方法1 针对相关的抗体去猜猜你在哪个阶段 发生什么事的免疫反应 所以这个就是检测1的理解 接着我们就理解一下检测B 检测B就是看看身体内 究竟有没有病毒的遗传物质 检测A是针对免疫系统的反应 其实免疫系统就会产生特别的 就是专一性抗体 专一性抗体例如IgM和IgG 在血清或血液内都能够检测 但是针对方法B是针对检测病毒 检测病毒是什么 就是检测病毒的核酸和病毒的抗原antigen 我们会在身体内哪个地方抽取一些样本 我们会在痰里 我们会在咽喉的拆拭液里找到 又或者在肺泡的液体里抽取一些液体出来 然后去检测 但是如果你比较方法A和方法B 其实方法A用的时间很短 但是如果你是方法B检测病毒 其实真是坏事 所以如果你说轮到方便程度 其实A会比较方便 但是B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B呢 我们针对题目去作答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真的要作答这条题目 就拆开两个部分去作答 首先第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讲讲 A的检测方法结果 以及反映什么 生物学的知识 或者原理 B的结果 再加生物学原理 然后比较结果 然后选择方法 所以框架就是这样 所以方法A的 其实是发生什么呢 当病毒感染到你身体的时候 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会产生抗体去对抗病毒 而抗体就有专一性 所以体内里面 如果是有抗体的话 其实就是显示什么信息给你知道 就是你曾被那个病毒所感染 这个就是背后的心目学的原理 针对抗体 那个抗体是什么 是专一性的 只是用一些字眼去作答 B那个 其实如果你是检测 那个基因的物质 遗传物质的话 其实是针对什么呢 是针对体内里面 有没有那种病毒 而有没有那种病毒 是反映什么生物学原理呢 那个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人正被病毒所感染的 OK 接着你就要回答问题 其实B的方法 就比A的方法好 当中用结果去比较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是方法A的话 是呈阳性的结果的话 即是反映什么信息 就是可能 过去那个人里面曾经感染过病毒 然后发展那个的免疫力 OK 那个的免疫反应 所以 其实呢 你沿着整条线的话 如果有这个Igm 或者Igg 就是告诉你 你已经是受过感染 然后产生相应的抗体 去对付那个病毒 OK 但是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身体里面 只有Igm 的话呢 我想问 究竟呢 你身体里面究竟有没有那种病毒呢 那 其实呢 你就是知道有那个抗体 但是你不知道你身体里面究竟有没有那个病毒 OK 所以呢 去到这里呢 就说 可能现时呢 已不带有 或者受该病毒感染的 又或者呢 你从第二个角度去入手 OK 就是呢 那个前伏期 你也是会测试到这个阴性结果的 因为呢 那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如果那个 该病毒感染 但是未发展那个抗体的病人的话呢 他可能受到感染 但是你不知道 OK 所以呢 去到后期呢 就会呈阴性 所以呢 其实呢 如果你用方法A的话呢 其实你是检测那个抗体 其实是反而发展了的免疫反应 但是当中里面 其实我是最想知道的 究竟那个身体里面 究竟有没有那种病毒的存在 所以呢 如果你要作答这个问题的话呢 建议大家一样东西 就是呢 将一条大问题呢 拆开两条小的问题 首先第一样东西 可能方法A的结果 心目原理 方法B的结果和心目原理 然后比较结果之后呢 然后作出结论 这一个呢 就是答题的框架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呢 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按下旁边的铃铃 有最新的影本呢 就会即时通知大家的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的了 拜拜